警掌模式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喵射 那这期呢我们来玩一下警掌模式 警掌有什么特殊能力呢 警掌有刀人剑 他可以找到内鬼给他刀掉呀 但是如果不小心刀了船员呢 警掌就会死亡 但是这局不仅仅有警掌 还有预员家和猎人 那后两个模式呢 社长在以前的视频里都介绍过 我们船员阵营的套路是这样的 预员家摸到内鬼后呢 通知警掌把内鬼刀掉 看看这次社长能不能完美升任这个职业呀 内鬼关闭了灯光 电梯式却只有小金和小黑 他们两个会不会有人是内鬼呀 非常可疑 小黄也过来了 冤家摸到小黄是内鬼 作为警掌的我们 看到船员即将面对的危险 我们停身而出 直接刀掉了小黄 我们没有死呀 说明小黄就是真的内鬼 第一个内鬼就这样被我们给干掉了 大家不用报告啊 感兴趣的话还可以蹦个低 警掌警掌刀我来 你是牢吗 刀我刀我来 这梅欧傻一直在我们旁边挑衅我们呀 想让我们去刀他 如果他是内鬼的话还好说 要是船员的话 我们是拿自己的生命来检验他 这种事我们肯定不会去干的 可以让预员家去摸他一下 小青怎么倒在医疗室的门口呀 我们回头报告一下 刚刚预员家小蓝本想摸梅欧傻的 却摸了我们 之前说过预员家摸过的船员 是可以相互看到身份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小蓝的身份 我一开始 因为在那开端的时候 我看到刀刀从餐厅下来 我觉得是他 梅欧傻看到小粉从餐厅下来 怀疑小粉就是内鬼 我们决定全部弃票 让小蓝去摸一下小粉的身份 如果是内鬼 船员就过去把他给毙了 如果是船员的话 那有可能是从小黑或者小绿中出一个内鬼 因为梅欧傻刚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没有时间去医疗室上面刀小青 小蓝快摸一下小粉 可别让他跑掉了 内鬼破发了发音堆 小蓝应该是冷却没有好呀 不敢轻易靠近小粉 我们下去保护小蓝 让他去找小粉 小粉是内鬼的可能性非常大呀 他刚刚往反应堆的方向去了 小粉果然就是内鬼啊 幸好我们反应够快 设当这个警长还称职吧 第二局 我们还是警长呀 这局我们该如何抓到内鬼呢 我们需要知道谁是愿家 这样好配合他一起抓内鬼啊 小粉可以大笑惊心 他是真传元 上局可是老惨了 直接被我们给救离正法了 我们可以先跟着小粉 防止落单被刀 哎 内鬼破坏了灯光呀 哎 报告见亮了 有人被刀了 居然是小红 我们可是刚刚经过他 还不到一秒 就被刀了 太离谱了吧 有人认为是小橘 他刚刚从上面下来 我感觉是有人从风管出来刀人的 小橘不太可能刀人后呢 大摇大摆的出来 我们切个票呀 看一下投票结果 四个人投了小橘 小橘自己投自己啊 正好没有啥掉线了 你还真把自己票出去了 可惜小橘不是内鬼 完蛋 这一下内鬼阿达士 一次双刀呢 就可以获得胜利 我们必须要开始抓内鬼了 出来就是关灯状态 这还真到了存亡的关键时刻 难道这局我们这个警长 不能带领船员获得胜利吗 我们是不敢过去修讨 不如来安保室看一下监控 说不定呢 我们能发现内鬼 小橘是预言家 他摸了一下小黄呀 直接揪出他的内鬼身份 哎 再觉得预言家还是可以的 我们投一下小黄 看一下投票结果呀 小黄得到了五票 哎 终于解决了危机呀 我们的船员差点输了 还有一个内鬼 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小粉打过小青星 那只有小绿了 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哎 作为警长呢 旅行我们的直直的时候到了 我们去找小绿啊 直接把他给毙了 小绿你想去哪里啊 哎 我们还得和他保持点距离 现在呢 不知道他的CD比我的长还是短呢 比我短的话 反倒我们自己容易被刀 慢一点慢一点 我们现在这上引擎 等一下CD好了 反应堆已经被修好了 我们的CD快结束了 哎 小绿你想干什么呀 他好像想躲进上引擎 我们冲过去刀掉他 哎 小绿果然就是内鬼啊 我们又赢了